银行女行员遭人控制 对方收吃美工刀 其他行员和袁安警轮番劝说 就怕激怒对方 那你刀子先放下 刀子放下 男子不反抗乖乖放走行员 双手被反靠束手就擒 就压着那个白手套的小姐 那刚好我有拿这支伞 去放在边边 他就用这支伞要挡他 可是他也没有什么大动作 他是说我要抢钱30万 然后他就这样比着 我要你们叫警察来 民众莫及被打男子 9号下午2点左右 进到台中西屯区这一间银行 没多久大喊要抢30万 还亮刀挟持女行员 警方获报出动警网赶到现场 大概只花了7分钟的时间 先向行员扬声要开户 在行员转身之后持锁 膝带的美工刀挟持行员 行员没有人受伤 警方调查62年次的唐姓嫌犯 有公共危险前科 8月4号刚出狱 不到一周又持刀抢银行 会作词犯罪的动机 是因为他想要做老饭 吃老饭 抢劫惊魂无人受伤 只是嫌犯说 想要吃老饭才抢劫 这里有是不是真正的犯案动机 还要调查 三胸 陈平浩 排中报道